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找了一车 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艺术家来参加表演 你也得好好表现 知道吗 七八十岁的老艺术家 这不可能吧 这个岁数的都经历过文革 文革时候那艺术家有跳楼死的 上吊死的 批斗死的 老改死的 经历过文革的洗礼 艺术家这个物种在中国都已经灭绝了吧 我说的是老艺术家 不是老艺术家 年纪老的 搞过艺术的 退休在家的 老艺术家 明白了吗 这个老艺术家 好 行 我们去看看他来了 你好 小心 小心 各位艺术家们 你们好 我们今天就来拍这个宣传片 我们先模拟两面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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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先跟大家说说戏 大家聆听啊 我们的电影啊 讲的是当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元朝的光荣历史 篇名就叫 我的战争 导演 这话不对吧 那是毛主席让志愿军去打的 只能叫毛主席的战争 对于志愿军战士来说 怎么能叫我的战争呢 顶多叫我的战场 叫我的坟场也行 因为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您啊 别太矫正 跟人民没关系 就不能叫人民解放军了吗 跟我没关系 就不能叫我的战争了吗 导演 我是担心 要是拍战斗场面 我们这几个 推着不利索 您误会了 我们是来拍我的战争的宣传片 宣传片 我在战争 能否一炮走红 就看我们这回的宣传片 片得成不成功 就看我们的宣传片啊 拍得成不成功 大家先耐心听完导演说戏 再提问题啊 剧情啊 是这样的 一群当年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志愿军们 在他们的古迹之年 组团赴韩国 不是去整容啊 就地重游 等一下小王啊 演的就是韩国的导游小姐 通过老兵和小姐的对话 重温历史 通缉美韩 养我国威 大家听懂了吗 懂了 大家先抛开剧本 就假设 我带大家到处逛一逛 大家找找感觉啊 既然咱们的宣传片讲的是朝鲜战争 那我们韩国游的第一站步 就选在三八线吧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第一次来到韩国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著名的三八线 这边是韩国 这边是朝鲜 请大家发挥想象力 想象一下眼前会有什么样的景象 大家会有怎么样的感觉 我看见三八线南面 高楼林地 灯火通明 熙熙攘攘 那是传说中的大韩民国 我看见三八线的北边 空旷的土地上 这五个胖 其他的全是瘦的 而且还不会叫 啊 这不着吧 三八线它 它有点长 它分散就一例 这样吧 咱们假设 来到了当年签订停战协议的板门店 大家再找找感觉啊 想想 当年 我们就是在板门店停战 签订协议 对 我们签订了停战协议 南边的归南边 北边的归北边 多年后 南韩 长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赌草 北韩的官民向着南韩拼命叛逃 停停停停 小王啊 不要再找感觉了 越找越离谱 就照本子来吧 那我们重新开始 请大家先照着本子念 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第一次来到韩国 姑娘 我们是六十多年前来的 那时我们是文工团的 哎 现在军改不是说文工团要抬掉了吗 这算不算顶风上啊 有什么问题吗 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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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年是钢刀帘的 哎呀妈 体声IS 숂�来啦 哎呀 我们当年来的时候 不用护照 我们当年是举着红旗进汉城 这句听着怎么像是来韩国招杀大家的 停停停 这太不入戏了 这怎么行啊 一点激情都没有 这样吧 你们几个 有没有演过清华日军的 我专演小鬼子 好你啊 等一下就说第三句 有谁演过土匪的 我我就演土匪 好你第二句 包括第一句 还有没有演过红卫兵的 我不用演 我就是红卫兵 当年我们南城的反革命分子的家 都是我带头抄的 好 等一会啊 你记得啊 你还是红卫兵 你还是新华的小鬼子 你就当自己还是土匪 咱们再来一遍 要有激情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第一次来到首尔 闺女 老子六多年前来了 那时我们是文工团的 我们当年来的时候不用护照 我们是举着红旗进汉城的 那时我们是文工团的 我们是钢刀联的 姑娘 我们是六十多年前来的 你们怎么来的 我们呢 是举着红旗进来的 太好了 太感人了 太真实了 小蓝 怎么样 效果不错吧 不错不错 不过导演 我可算是明白了 难怪人家说 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了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